一般私立大专校院的学杂费 普遍都高于公立大专校院 而过去原名生的减免 都是以定额方式减免 公私立学校减免金额一样 让私校生负担依旧很庞大 甚至有学生因此无法继续就读 或是因为就学贷款造成恶性循环 然后我们也不妨继续供应他的就学 目前我们学贷力就是就学贷款 都是在非常高的比例 私立学校的学费真的蛮贵 然后之前的减免之后 其实价格就是学杂费其实还是蛮高 然后家里经济状况也没有到多好 因为就是做浓的 然后其实这样负担下来其实也蛮贵 教育部在今年1月11号提出修正 将过去定额减免的方式改为分项减免 以学杂费基数与学分费合计数 乘以63%为学费数 学杂费基数与学分费合计数 乘以37%为杂费数 私校的学生减免大约可以从过去 减免2万元左右 减免3到4万元不等 也让学生直呼松了一口气 就是可以就是轻松很多 我就是不必要再为了就是学费 可能就是拼了命去打工 那可能赚来的钱就可以负担我们一些客后的一些杂费的支出 例如吃饭之类的 一手大学援助民族学院院长也提到 修正后的学杂费减免办法最直接影响的就是目前私校的1万多名学生 因此也希望透过这个办法可以有效的降低原民生的修退学率 另外也希望能够有更完善的辅导措施 并挹注更多的资源帮助原民生安心就学 原市新闻RESIPIA台北市采访报道